對於引發大眾關切的類普篩 連續多日到基隆參與防疫會議的 衛福部醫福會執行長王碧勝提出說明 定義上我想類普篩 我昨天在臉書也說 比較不一樣的是 以我們台灣來講 我們以前在篩檢主要依賴的是PCR 那現在 由於這個 這樣快篩 它也普及 那其實它的效果也不錯 所以我想 我們想要使用這個 加用快篩 來取代PCR 來做這個普篩動作 那所以說把它稱作為這個類普篩 王碧勝也解釋 為什麼疫情指揮中心 會計劃在基隆實施類普篩 我也擔心說Omicron 因為它傳播太快了 我們可能沒有這麼多時間 等著大家一起都出來這個 快篩站篩 或者是我們去疫調去查 那擔心說因為我們在社區裡面 還有一些潛在的病例 希望趕快把它找出來 這是第一個 因應這個 Omicron的特性 那第二個是 在過去的經驗 過去這段期間 像在 淘基 我舉個例子 在淘基 我們除了這個PCR的檢查之外 那平常我們在監測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下去這個所謂加用快篩 那做一個這個 類似像普篩這樣子 那 做監測也好 做這個 疫情的這個監控也好 那效果都不錯 所以我想說這個方法 它第一個就是說 它的 自己可以操作 不需要說醫療人員 也不需要集合 那它的這個成本 也是可以負擔的 然後我想這個方便性 它數量也大 那這些都是它的好處 所以我想說這個方法 我們是可以試著推動看看 對於外界關心 篩檢對象是否是基隆市全體市民 王必勝澄清不會採取強制 以特定族群為對象 希望大家配合 至於實施的時程 則需要基隆市政府同意 我們在我們台灣 我們的篩檢 那其實有的時候是 根據疫調需要是強制 那我想我們這一次的這個普篩 大概不會用強制的方式 所以就是說 以一個特定族群為對象 現在當然還在談 假設是 以我們的 所有的基隆市市民 為母體來看 那我們看能夠 發多少 大家領回去多少 實際上做多少 所以沒有說 這個強制一定要做 但是希望大家都 盡量去配合 還有篩檢後如何回收 如果快篩陽性後 該怎麼做 王必勝也做出說明 如果假設他篩出來就是 我們下一步就是 做PCR去確認 那如果確診以後 我們就進駐到這個 這個 這個 加強版的 集中檢疫所 王必勝表示 中央快篩 4劑量能足夠 如果確定在 基隆實施類普篩 也會提供操作說明 協助民眾 在家自主採檢 記者張祺騰 基隆報道 還有 雲